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又來到我們這個 Teach I的寶石的教學單元 然後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 十月另外一個生日時 碧喜 對 碧喜意思就是 因為它的顏色很不一樣 它真的是顏色非常非常豐富的 一個寶石的一個品種 然後它的被譽為 就是我們一直在想說 有一個很美麗 我覺得寶石都有些很美麗的一個 感覺去稱呼它 比如說像什麼落入人間的彩虹啊 這種名稱一聽出來 應該大家都會很想要去買 就是代表它的顏色很多樣性 各種顏色都有這樣 所以呢 我們都知道它的這個 我們講碧喜 那它碧喜的礦物名稱 是這個電氣石 那因為我們名稱 就除了毛瑞也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能先介紹一下它的 這個化學成分啊 那是不是請這個 薛恩吳建進師為大家介紹一下 碧喜的化學成分蠻複雜的 它是一種複合的鈣鎂鐵 然後含紅的細雙鹽 對 根據它內部的成分的不同 它的顏色就會不一樣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像是如果它含二架鐵的話 它就會是我們講的黑電氣石 就是黑壁形 那如果它裡面有含鎂的話 那就是我們一般在講的鎂電氣石 那就是根據它內部含的元素的不同 造成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 這是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光澤跟透明度 通常畢竟都是玻璃光澤 那透明度它可以從很透明到非常的不透明 所以它放的非常的大 那光學特性的話 我們講說它的多色性 是根據它顏色深淺來做變化 顏色越深的它的多色性越強 那其他的部分 折射率大概1.62到1.64左右 它的雙折射率很高 可以從0.018到最高可以到0.040 通常我們在做檢測的時候 一般來說0.020的這個折射率 雙折射率比較常見 對 CCF的話在如果是含個的壁形 它會在CCF底下呈現紅色 嗯 含個的壁形 含個的寶石 含個的寶石在CCF底下幾乎都會呈現紅色 每種都會 好 那它其他一個特殊的光學效應 就是我們知道有壁形貓 我們常常這樣講壁形貓 因為它有那個Castle Eyes 跟這個很比較稀有的是有說 是有這個color change 就是變色的 很少見 應該是很稀少 應該是很稀少 如果有人有的話 希望也可以提供給我們TBi建定士們 好 這個可以看一下這麼稀有的品種 那當然最常見其實就是紅色 藍色、綠色、壁形這些顏色 有出現貓眼這樣 是 那通常原始跟成品的壁形 裡面都會有不完全解禮 那它的表現是垂直C軸的波狀裂系 對很重要 那它也會有貝殼狀或者是不平坦的斷孔 對 比重大概在3.0多一點點 然後根據它裡面的鐵跟蒙的含量 然後去做增加 增加了增加啦 它的比重 對OK 因為鐵跟蒙都很重 是 那硬度大概7到8幅左右 對 好OK 這是 我們可能還是要再講一下 這個壁形有一個很特殊的這個 它的結晶學的一個特徵 然後這個經體磁性 那我們是不是也請這個 跟利爺為大家介紹一下呢 好啊 它的這個結晶通常我們都會看到像這樣子 看得到嗎 它是一個負三方的柱狀 就是三方的外圍會有點弧形這樣子 然後它的兩端會呈現不一樣的特性 像這個地方它會呈現一個錐狀 有點像那個我們常看到一個賓式的一個三條線 對 那底面的話 常常會呈現這樣子一個貝殼狀的斷孔 它就會呈現一個同心圓的這種斷孔 那是一個不規則的平面 那中間看到這個是剛剛有講到這個 顏色不一樣分層的這個色彈 那如果外面是綠色裡面是紅色 這樣就是我們一個特殊的品種叫西瓜壁形 那我們切模的時候就會把這兩個顏色的這個分層 切在我們觀賞的這一面上面 那柱面常常都會看到這個平行於C軸的這個條紋 這是一個很重要鑑定必起原始的一個特性 對 其實它就是過敏式像西瓜 西瓜就裡面紅色的肉跟這個外面是綠色的果皮 OK 那還有就是當然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很重要一些的光學性質 我們都知道它的顏色很豐富 那最主要它是他色製色的寶石 這個應該學寶石學人都知道 再來就是說它可以很多顏色 還有它的色帶 就是剛剛丁建英詩有講這個色帶發育 所以它在隨時C軸或是會形成這個平行盤列的一些色帶 所以形成一些雙色的這個壁形或是多色的壁形 那以C軸為中心的話 它其實從裡面到外面都會形成這樣這種色環 就是剛剛丁麗跟大家介紹這個很漂亮的很特殊的西瓜壁形 我們其實在眷美考試也會考的 可能在原始的這個部分 對 然後OK 那還有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介紹出可能其他的性質 我們都知道壁形有一個還滿特殊的一個性質 比如說它就是它的熱電性 對 熱電性 對 熱電性 這部分是不是也我們也請這個 跟妳為大家介紹一下呢 對啊 這個是壁形它滿特殊的一個現象 壁形這個東西我們將它加熱之後 兩端會呈現一邊是正電一邊是負電 那因為這樣子兩邊帶電所以它有時候可以吸附灰塵 灰塵 紫屑啊 紫屑啊 所以有人叫它吸灰石耶 灰塵對不對 OK 那如果把一堆壁形放在一起的話 然後加熱它的頭尾就會相連 因為有剛剛講的就是一邊帶正電一邊帶負電 對 那另外一個特性是壓電效應 它在某一個特殊方向上你施加壓力的話 它也會呈現就是一邊帶正一邊帶負電 對 它就可以產生這個電荷 所以這些的特性其實會用在很多的工業上面 一些機器上面原理上面這樣子 OK 還滿特殊的這樣子 好 那這個部分也是可能學生要注意一下下 然後其實大自然對運用寶石這部分 用在很多的生活的日常用品當中其實也滿多的 或是這個我剛剛講器具啊這些科技方面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很重要 碧錫一定有每一個寶石都有它的品種 碧錫的品種都多了 對 類似同向啊 畢竟就很多了 那我們要不要請 我們這邊根據顏色來分 以顏色來區分的話 常見的紅碧錫 綠碧錫 然後個碧錫 藍碧錫 綠碧錫 無色碧錫 黑碧錫 中碧錫跟所謂的金絲碧錫 然後比較貴一點的品種 我們應該大概會有聽過 啪啦一把 所以所謂的電光藍的顏色 那再另外還可以 就是我們講說可以利用光學效應來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貓眼 然後光學效應的部分 還有哪種 它有color change 很稀有 主要就是這兩種 對 那這樣子加加起來 剛剛我們就講了 十種還是一種 顏色幾乎覆蓋了全部的顏色 你想得到的顏色它幾乎都有 我們就這樣講落落人間的彩虹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可能我們這邊也是必須要介紹 一個很重要的跟再鑑定上面了 那其實最近在我們的創刊號裡面 很多的我們有個 北京那邊有個熊老師 熊老師他一直在做很多避洗的這個 處理方面這個研究 那我們也請這個 是不是處理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有熱處理啦 很多保石都脫離不了一個 然後這個熱處理的這個部分 當然藍色 透露啊 跟這個 radiation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也請 那個 丁堅定師給大家介紹 最常見就是像剛剛宣爐 堅定師講的那個 帕拉一帕的壁形 對 只要像是粉紅色 或是一些其他顏色 它只要含這個銅 含銅的壁形 加熱之後很有可能就會變成 帕拉一帕的顏色 嗯 那其他就很常見像染色啊 就是有一些裂隙的壁形 我們就是 藉由這個裂隙 把顏色這個燃料燃進去 對 那觀察的部分就是 放大鏡 直被放大鏡 看到裂隙裡面的這個 燃料沖田 嗯 那還有像是一般的就是 附膜處理 附膜處理它就是 可以在表面看到一些 跟平常不太一樣的反光 或是看到一些它的 附膜的脫落 對 嗯 那紅色的話 可以藉由這個 輻射來加深它的顏色 嗯 嗯 還有像是黃色 黃色這個壁形的話 藉由加熱可以去除掉它的 這個棕色 讓它變成這個黃色更純淨 嗯 嗯 好 那接下來就介紹這個 產狀囉 產地囉 對嗎 因為我們 大概是不是 壁形共生的很多的礦物 我們都會一起在共生 比如說 像什麼石英啊 托帕爾斯這些 對對對 對 綠柱石 對 林輝石這些其實都會 林輝石都會跟它共生 那世界上很大多數的 其實他們這個 壁形都是產在 偽金岩的這個部分 嗯 那因為它會產出巨金啊 就是比較巨大的這個 晶體這個部分 好 那你一定其實當然是 最常見的壁形了 那是不是 我們接下來就請這個 兩位精進師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產地的這個部分 產地的話 最常見的就是拿剛剛我們講的 帕拉伊法來講 巴西是最主要的產地 對 對 帕拉伊法有 巴西的帕拉伊法州啦 帕拉伊法州出產一個 它是一個地名 對對對 出產非常的文明 而且它有castle eyes 它有壁形貓 它除了有帕拉伊法以外 它有壁形貓 好很有名 文明於世 那還有就是 除了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們最近在鑑定的時候 應該有 兩位應該都滿深刻的 就是除了巴西那 還有哪裡有這種 電藍色 這種霓虹藍的 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帕拉伊法畢形 那個叫 莫桑比克 對對對 也有人翻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啦 都只要翻譯的問題而已 對 就是含銅這種 彩色畢石真的很漂亮 莫桑比克 都可以啦 它是一個 翻譯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概總結來講 其實還有美國 美國的 Ruby Line 也蠻有名 對 那 我知道 因為我義大利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有一次 有給我看那個 無色的 無色的 無色的壁形 好 無色壁形 它在義大利還蠻有靈的 這樣子 那其實 除了美國 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還有這個 巴西啊 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也有 還有 有漏掉的嗎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俄羅斯也有 OK 對 俄羅斯也有 很好很好很好 OK 好 那這部分大概就是 我們的這個 產地的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還有什麼 有需要補充的嗎 包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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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檢查 是放大檢查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在我們的 GEMMA的考試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些部分 也還蠻重要的 那可能放大檢查 這個部分 可能它最重要 就是有雙癮嘛 強酬癮的這個部分 因為剛剛 剛剛在介紹 雙折射率的時候 也有講過 它的雙折射率到 0.020%左右 所以它雙折射率很高的情況下 在觀察 不管是在顯微鏡上 或是用放大鏡觀察的時候 你會觀察到內部 會有所 人線邊緣會有所謂的雙重明的狀況 其實CAMMA的零線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其實 十倍的放大鏡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它是一個強酬癮 雙折射影像非常明顯的保濕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還有它有流體包裹 平行C軸的管狀 這也是很常見的 沒錯 然後在紅色啊 綠色跟藍色的比起這裡 都會有這種二項充填的 不規則這些包裹體 這個現狀包裹體 那紅比起倒是有很多平行C軸 這個比較特殊 平行C軸 然後它有時候會呈現這個鏡面的反射 就是它比較特殊的一個 它是平行C軸的裂系 對裂系 然後會有一個鏡面反光的傾向 然後包裹體的部分 可能還有綠色的話 其實相對通常會比較乾淨一些些 那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奇異的包裹體 然後精體包裹體有哪些 精體包裹體可能各位有見到過的 有戰果的 明輝石 雲母 黃鐵礦 然後石道石也有 然後還有什麼 畢形的面也有時候會包畢石 對對對 畢形也得到畢形 畢形貓眼常見就是還是平行C軸的一些管狀 剛剛就是 對對管狀或是這個真體狀 就是比較這個部分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色帶 一直不斷強調 就是色帶生長紋 可能會有平行這個平直 應該是講說它是平直 或者是三角形的色帶 或者是生長的 三角形的色帶就會變成剛剛 如果是紅綠的話 紅綠就會像這個西瓜壁形 色帶就像這樣 對對對 那它並不一定是紅綠的 有可能是幾代顏色 看它是用什麼元素製設而成的 對對對 那 那 就畢形貓我們中心是還蠻多的 那其實貓眼的東西 有一些人就專門在收集 什麼什麼貓眼 什麼什麼貓眼 然後蜜音貓 畢形貓 那這邊當然我們今天是講畢形貓 畢形貓 就有人專門在收集這個畢形貓 或專門有人在收集變色的東西 那可能大家可以往畢形的這個方向去 稍微留意一下下這樣子 OK 那 嗯 還有D logo嗎 嗯 如果大家對於建定 嗯 是 這方面 互相可以有願意意願來互相交流的話 我們這邊 是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做互相交流 對對對 或是想要再增加一些專業知識 我們這邊都有一些國際的證召課程 像彩色寶石啊 郡內的彩色寶石 或是鑽石課程都有 那有一些平常的 像是我們都會開一些免費課程 這個是針對我們TGA會員 對 對 對 因為有時候會開一些設計課啊 或是城鄉課這些 就是比較特殊的東西 我們 我們 會員的課程就是 陶南寶學協會會員課程 其實也會有一些些證照的課程 就是陶 الخ學生的階道 會有這個可以在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多關注 我們 就是講完會文學協會啊 或是我們TGA dive 環境研究院的這些相關的這個網站 不然是Facebook或是觀光裡面都會有 那就是大家有機會的話 就是多看一下我們YouTube 可以訂閱 我是不知道什麼小鈴鐺那些啦 因為我常常聽到人家講說 好像要訂閱是按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喔喔我們美麗的秘書說了什麼 開啟小鈴鐺 喔對開啟小鈴鐺 其實我一直找不太知道是小鈴鐺 OK因為大家一定都會知道 好那我們今天的秘書單元就到這邊囉 非常謝謝兩位FGA鑑定師喔 好謝謝大家謝謝 掰掰